大家就會想說你們能力有沒有問題 就會替我們擔心 確實是這個活動能力很持重 那我們也會借助很多海外資工的力量 在暑假營隊來協助我們 那下午走到下午4點半 終於到達他們第一天要設紮營的地方 那因為參加者人就只有三個嘛 所以這個小孩呢 他什麼事情都要親力親為啊 公公小堂 所有的事情做飯啊 生活啊 搭帳篷啊 他們就是三個人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好 第二組呢 是仿佛無人島生活 他們這組三片兩夜呢 要去一個完全沒有任何人的沙灘 然後他們想要帶一個很大的鐵桶 把那個鐵桶裡面的水族沸在海邊泡溫泉 所以他們就是想要把這個鐵桶帶去 那因為是這兩個小女孩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些事情都是他們自己動走 一個大概 他們都是四年級 一個是四年級 一個是五年級 然後要去無人島嘛 所以經過的道路都會很荒 然後他們要經過這個 終於到了他們的海景地點 那這個地方很好就是因為他有淡水 就是有河得出海口 所以他可以利用淡水做一些事情 那他們的 他們要生活的那個據點 然後搭了一個可以不用曬太陽的遮蔽物 那這一組呢 他們剛好配了兩個 兩個小女生配兩個大人 這個Alex呢 他是五年前來黑松內當屬家志工 那他覺得太有趣了 五年後呢 他又帶來了第二次 那他本身就是做有關 野外教育方面的 最後呢 就是搬運這個 鐵桶 然後他們要煮沸那個鐵桶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生活的地方 然後在沙餐做菜就會有很多沙漬 然後這是路營一定要吃的就是咖哩飯 然後看著夕陽一邊吃晚餐這樣 那有淡水嘛 所以就可以稍微在河邊稍微洗一下 然後自由的時間呢 他們就看到旁邊有很多海洋被棄霧 所以他們這個是漁網上面的浮球 然後畫畫畫覺得畫不過癮 就繼續再去檢視 他們第一天就這樣過了 然後第三組是超級無敵跳海組 這一組的三個小女生呢 他們想要跳一次海抓一種生物 他們目標跳三百次海 然後在三天兩夜裡面呢 他們要不停的不停的跳海 然後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其實會有一個 有一個高台 有一個平台呢 是讓小朋友做跳海的體驗 那為什麼 有人說為什麼讓小孩跳海 其實最主要是 讓他跨出舒適圈去嘗試 就是像那個老鷹之助去拍球 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這個 然後他們要想不同的梗 不同的pose 不同的橋段 然後跳啊跳啊跳啊 以後呢 再去海裡面撈生物 那撈到什麼生物要做觀察 那他們拍了個戲 就是小女生自己想的梗 這一組是兩個四年級女生 跟一個六年級的女生 然後看到很多魚 可是要用魚網來撈 其實是很難撈的 然後這一組有一個女生 他其實第一天他不太敢跳 孩子都沒有加入另外兩個女生 所以就有一點就是 不要一直鼓勵他 工作人員就花了很多力氣在鼓勵他 請他去嘗試 最後他終於有跳了 那這一組只有在煮飯跟睡覺的時候 可以脫下泳衣跟防海衣 一整天都穿著 然後晚上他們就睡在那個停車場 那第二天就是 好 回到鐵人三項這一組 他們的第二天就是踩鐵罐了 好 這樣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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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這個採扁 是 好 好 一下就被他們踩壞了 然後他們預備了幾多鐵罐都不夠用 於是後來他們只好像一般的走路 這是他們的第二天 然後這座女生 又回到彷彿無人島生活 他們要把鐵桶裝水要來洗澡 準備想要在這邊泡溫泉 然後就撿了一些漂流物來幫他們用 九點半再吃早餐 就在他們開心的吃早餐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鐵桶破了一個洞 他們裝的水全部都沒了 於是他們辛辛苦苦搬來的鐵桶就用不到了 所以他們就想說那要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說好吧那我來繼續收集服務球好了 於是他們這一組就把那個時間 那個目標轉向成畫服務球這件事情 這是他們畫的各式各樣的服務球 沒有一個臉是重複的 好棒喔 最後他們這一組就畫了一百個 有人說他們很有魂心意力 但也有另外一個人的角度說 哇這個海灘好髒喔 有一百個服球 然後我覺得他們這組就是很free 自己到海灘去然後自己做 自己設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並把它給實踐 這是他們畫的 那這組就是五指鏡得一直在跳 笑笑笑笑笑 來到第三天才這樣 然後他們很好笑喔 他們的木材啊 火材用完了 就打電話給總部支援嘛 然後總部的Chiko呢 就送了木那個火材過去 然後就加油喔 繼續加油喔 然後Chiko你好狡猾喔 為什麼你可以回去 然後就想 不是你們自己想要挑戰的嗎 其實這幾個小女生 對他們來講的 三天兩夜 一開始第一天是很開心的 可是你要想喔 三天都不許倒 都在海裡 然後你的頭上都是鹽巴了 然後他們就是 這樣子要有毅力的 把他們做的事情做完 好第三組 第三天來到了 要漂流的這一天 其實這邊天氣有一點冷 我們都有一點擔心 他們在河裡面 漂流會低溫這件事 就有點擔心 但是我覺得 嗯 還好就是 這條河啊 超級適合漂流的 因為很安全 非常安全 然後我們秋天的時候 在裡面做活動 可以看有鮭魚在旁邊游泳 這是一條非常乾淨的河 然後有一種魚叫香魚 它得到了日本 最好吃香魚 票選第一名 那第三天就是打包回家了 他們要把所有的東西呢 都搬上車帶回學校 好 平安無事的回來了 跳海粉還是在跳海 然後風很大 然後他們就在車子裡面吃飯 那其實這一組呢 剛剛我看到他們睡覺的地方 這是一個雕像前面的停車場嘛 然後有一天晚上我們就接到一通緊急的電話 原來是我們工作人員Kuma呢 她睡覺睡在睡袋裡面 發現那個睡袋 她的腳那邊被 輕輕咬了一口 讓她猜猜看是誰 被害到 狐狸 對是狐狸 我來咬她 嚇死了 大家都嚇到 還好不是咬小朋友 然後呢 那時候呢 她就要把 用石頭嘛 因為自己是工作人員 是拚命的 要去負責小朋友的安全啊 所以她就拿石頭去丟那些狐狸 結果呢 沒想到平常那裡是釣魚 客很多的地方 大家都會把內臟丟給狐狸嘛 所以狐狸被丟 他還以為是可以吃的 就直直不肯走開 然後那天 Chico那個Kuma就不能睡覺 他就首頁一直在那邊 然後就是趕狐狸 就是扮演一個趕狐狸的角色這樣 所以 辦這種活動當然 它有它的相對風險是高的 但是當然自然學校 當然也是覺得在可承受的範圍之內 才會去舉辦這些活動 那也當然有相對經驗夠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工作團隊 才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最後一天呢 他們各自Challenge的組別呢 就回來了 那他們就一樣 整理啊 打掃啊 把他們的鍋瓦條盆全部都洗乾淨 借用的道具都洗乾淨 然後寫報告 寫說這三天兩夜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然後讓其他組的人說 欸有誤問題這樣 互相提問 這就是他們的報告組 堂福無人島 然後第二組他們看到了流星 晚上睡覺了看到流星 好 這就是他們的 這是黑松的一個很有特色的 叫做長崎村自然體驗營的活動 那因為日本他十幾年前呢 就是發生國小生殺人事件 那他們政府就覺得 教育部就覺得說 小孩缺乏真實跟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所以就開始在很多自然學校提倡 就是辦 透過長天期的自然體驗活動 希望改變小孩的一些行為跟態度 那時候有很多 日本各地有很多地方 都開始辦長天期的營隊 那直到現在呢 只剩下黑松內還在辦這個營隊 因為你也知道要辦一個這麼長的天期的工作人員 都倒的倒垮的垮 所以大家還能長城留下來 算是還蠻特別的 所以其實黑松內自然學校做很多各式各樣的體驗活動 那我只是覺得說這個長城村算是比較有特色的 所以用這個來當例子 花比較多時間跟大家分享 對 那 好的 那我講一下冬天好了 因為我回來之前呢 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第六天打掃收拾行李解散 我送他們去雜訪 然後隔天我就回來台灣 所以這是熱騰騰 但是是個冰冷冷的冬天的 對這樣 我覺得比較好玩的是 他們冬天呢 就要幫忙除雪 殘雪 車上的殘雪啊 或者是階梯的地方 都要由學生來幫忙殘雪 然後餵雞 還要幫忙遛小狗 蛤?雞好冷喔 對啊 皮卡丘裡面是有個什麼雞凍鳥 然後小朋友就會說那個鳥要變雞凍鳥 那我們帶他們去一顆很大的酸皮粒的旁邊做這樣體驗 就是穿雪鞋去 一整天都是玩雪的活動 會帶著飯糰 他們自己要捏飯糰然後帶著出去 那到了定點以後呢 小孩就可以各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如說有人想爬樹 那可能就有工作人員一位陪著幾個小朋友去爬樹 那剛好有一個小男孩呢 他那天出發之前就跟我說 厲害我想要繩子跟藍色的帆布 然後我說好啊 那到了以後呢 如果他要做什麼 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做 原來是他想要做一個修氣所 所以他就用繩子搭了一個屋頂 然後底下把雪給敞開 然後剛好可以坐進去 讓大家在裡面吃點心 那這些idea 全部都是個六年級男孩自己提出的 不是說 好我們來做一個森林裡面的修氣所 請你先把這個繩子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布怎麼樣 接下來拿這個鏟子把這個怎麼樣 不是我來指導他要怎麼做 而是由這個小孩自己 把他想做的事情 然後自己來實踐 那由工作人員來support他做完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跟傳統的 我們在辦營隊在做一些事情 是很不一樣的思考方式 那另外呢 這邊呢 是一些小女生 她們拿著水桶 就是把水桶裝滿 然後倒扣以後就會變這樣 然後中間挖空了以後 變成一個很多人可以一起做的野餐桌 那旁邊呢 有想要玩雪橇的人 就可以去玩雪橇 這個是我 大人也可以玩得很開心喔 不是說工作人員只能看小孩玩 就是安全 然後板著面孔 嗶嗶 嗶嗶 不是這樣 大人也要玩得很開心 小孩才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開心的活動 大人沒有enjoy在其中的話 小孩他也沒有辦法 那這個活動完了 隔一天呢 我們有一個家庭訪問 就是我們想要讓這些外地來的小孩子呢 知道黑松內以前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兩戶 老爺爺老奶奶家 讓小朋友去他們家 做一個小時的家庭訪問 那就讓他們去問說 你以前國小十歲的時候怎麼樣啊 學校怎麼樣啊 黑松內怎麼樣啊 然後小朋友問題 常常都很跳痛嘛 最後一個小男孩問一個老爺爺說 冬天跟夏天哪一個季節比較辛苦 那冬天比較辛苦 然後問完他就說 那春天跟冬天哪一個比較辛苦 然後老爺爺就說 春天比較辛苦 春天呢 你要準備一整年的糧食計畫 要蔬菜啊 什麼道米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小朋友的問題很可愛很有趣 那其實這件事情 大家 我也是想要強調它背後的意義 我們辦活動 然後鄰居獨居老人 帶小孩去跟他聊天 他都不得開心啊 自己我們老了以後 也會很希望有小朋友來我們家聊一聊 然後那個老奶奶 他很會做很多手工藝品 所以他看到小朋友來 他就會準備一些手工藝品 送給這些小孩帶回去做紀念 那他也會跟他分享說 以前選下好多喔 下到二樓這麼高 我從我家二樓窗戶跳出去去上學 然後變線感都要被埋住了之類的 就是類似這種話家常 但是其實 是對小朋友來講 他也是第一次到別人家 到老奶奶家去 那爺爺奶奶他們在活動之前 我們就跟他打過招呼說 過幾天我們幾點幾分去訪問你方便嗎 那其實他們就開始期待小朋友要來 那訪問完了以後呢 會請他們做一張感謝卡 就是印照片啊 寫一些感謝的話 那其實這幾年下來 他們都會把它 裝飾在自己家裡的客廳 然後很開心這樣子 好 那還有一個選擇活動 就是一整天上午下午晚上 就是工作人員自己各方面的專長 然後自己去提案 然後讓小朋友去選說 他今天上午要選什麼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校園裡面有一顆 枯栗木 可能颱風來啊 就會被吹倒 所以我們就有一位工作人員 爆炸頭呢 就說那他帶小朋友來砍木頭好了 所以很認真的 很有樣子的 就在學校裡面砍木頭 那砍完木頭以後呢 就有人說想要在雪地裡面生活 所以就用剛剛砍掉的枯栗木呢 在雪地裡面生活 那因為我想說 其實野外技術也不是這麼的行 那我來做吃的好了 所以我就跟小朋友一起做台灣的 豬肉餡餅 然後我就已經教會他們 豬肉餡餅的發音 所以他們都會講 豬肉餡餅 豬肉餡餅 好 那晚上呢有一組是科硬章 然後有一組是 用這個傳統的火爐 來生火煮水 因為這個火爐呢 它已經是個古董了 一般的卡式爐啊 使用都很簡單嘛 都沒有什麼好教的 就是我要放進去講 拍就好了 那這個呢 你必須要檢查燈油啊 然後還要打氣啊 還要把上面的地方給加熱 它才會把油給吸上去 就讓小朋友有一點點挑戰性 然後他如果不仔細聽的話 他就坐不來 可是他如果會的話 他可以把水煮沸 他就會 哦!好有成就感 那之後隔一天呢 我們在學地裡面 做了一個手工冰淇淋 做冰淇淋 然後我們設立了一個網上呢 要在這裡裡面的小屋住了一晚 這是玩自由活動的時間呢 做完冰淇淋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學校後面的河流 看到學校結冰了 那我們自己也沒有去過採這個冰 然後小朋友就很想採採看 到底會不會掉下去 到底會掉下去 我們就去採那個冰 太好了 這張照片就是 耶!沒有掉下去 然後要下角呢 這個是有一個小女孩 她從東京來 第二天就發燒 然後被判斷是流感 所以她就被隔離了五天 她就被關在這個房間裡面 所以呢我們這邊在玩學的人 就送學給她摸這樣子 就很溫馨的 然後我就說她很像 Lapanzo 被關在裡面這樣 然後很可憐 可是其實這件事情呢 她發燒她流感 那如果你是主辦單位 你要想到什麼 你有一個能力要照顧她 而且你有一個能力 很有可能被感染 所以是對我們工作人類來講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然後他們就說 欸!你 然後他們就說 厲害你快要回台灣了 你不要照顧她好了 不然他們就說 你不能回台灣 所以就有另外一位 氣口來幫忙 照顧這位發燒的小朋友 好 那剛剛說 他們要去小屋 住一個晚上 就是這一間小屋 身體裡面的小屋 旁邊什麼都沒有 那裡面也沒有廁所 那非常的冷 你看那個門法上 那我們就像是看房屋一樣 然後先去看一下說 欸!今天晚上你們要住的地方 有這些東西 要仔細看好喔 有什麼 那你要 還需要哪一些東西 才可以讓你在這個晚上 平安無事 溫暖的度過 所以就回去 教室裡面開會 讓小朋友想 然後小朋友說 我需要有木材啊 因為有一個瓦 有一個火爐 然後小朋友就說 好我需要木材 我需要睡在睡店等等的 然後他們就開始動手去 搬木材 用選擇去搬木材 去準備東西 那晚上我們也用那個火爐 在做中華動 在那邊做料理 好 那 這張是 之後帶他們去泡溫泉 然後有一個小時 我覺得在日本辦活動 有一個很棒的事情就是 假設你有25個小孩 你要在一個小時之內 搞定他們的洗澡 溫泉是一件超方便的事情 好現在去一個小時後 車子的輪胎會動 所以你一定要讓那個小孩 就是他自己就知道 他不能太那個 浪費時間 他就一個小時後 他一樣 把頭髮洗乾 把衣服換乾淨 然後回學校 我覺得帶小孩去泡溫泉 就是太方便了 工作人員也可以洗澡 不用說 欸還有三分鐘 咚咚咚咚咚咚 快出來這樣子 要去趕小孩 我覺得帶小孩去溫泉 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台灣也可以多多退廣 然後回到學校以後呢 就有一個放空的時間 因為台灣的活動都很長吧 時間排得很滿 早中晚一定要做很多事情 那其實晚上我們就是聊聊天 free time 那利用這個放空的時間 把他一整天 學習的東西幹嘛 內化 然後工作人員跟他玩 撲克牌 玩UNO啊 其實是建立跟他的關係 建立跟他的情感 像你在台前講話 發到私底 他才會聽你的 你跟他有 私底下有 就是建立那個關係 那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培養感情的機會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我先找到 好 那就講一下 就是這些長期 跟小孩建立的關係啊 在自然學校 我發現幾個有趣的現象 我們會做到明信片 或者是賀年卡 那為什麼我們會做到明信片 跟賀年卡 小朋友會想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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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為什麼參加的自然體驗活動 會想念我們 玩得很開心 玩得很開心 他真的玩得開心 對不對 然後我們跟他 產生的連結 會不會是他 記憶裡面比較深刻的部分 我常常辦很多活動啊 送小孩去坐車以後 然後有時候逛街 欸 那個誰誰誰 好龍在哪裡看過 啊 交不出名字 啊 拜拜 這樣子 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時間 你跟他有短暫的交會過 但是可能從這裡 以後就 就沒有什麼 插起任何的火花 可是我覺得 我們會有說到這些明信片 跟這些賀卡 對這些小孩來講 他的暑假 他在這裡過的是很 時間是很 很 怎麼講 我想要找好一點的單字 想不出來 是很深厚的 是很深厚的時間 所以他才會寫卡片給我們 不過其他個人 通常沒有說過 欸 這樣好像不太好 沒有 怎麼都有錄影 好 那我覺得 這是人跟人之間 一個長遠的關係互動 而且他可能不只來一年 他會連續來很多年 那如果他以後遇到什麼問題 他可能也會來找你商量 所以高科校長常常會有一些 以前的畢業生來找他討論 人生三堂 就是討論人生的問題這樣 好 那 我覺得這一個還蠻有趣的 就是有一個女生啊 他連續參加了十四年了 他從國小就開始參加 然後國中也是參加者 到了高中以後 他變成志工 那 到學了 還有他現在在麵包店工作 他都一直不斷的回來工作 為什麼呢 那其實他是有一點點特殊的大人 就是智商方面呢 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可是國小五六年級的小孩 他們不會發現他是不同的大人 可是如果我們跟他講說 你這個開童兵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發票怎麼用怎麼用 他可能沒有做過的事情 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學習 那對他來講呢 他自己在社會上 可能不是一個很被任何的一個工作 或是得到很多讚賞 但是他來到營業 他可以發光發熱 他可以當很好的 他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小隊服 陪小朋友 他可以用上廁所啊 跟他們吃飯啊 幫忙照顧他們啊 帶他們去溫泉啊 然後 所以我覺得來到這裡 他以一個過來人的經驗 他小時候常常被其他人欺負 就是霸凌 所以他很了解 就是小朋友的心理 他以自己過來人的經驗 所以他每次常常都會回來 當工作人員 當志工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他找到一個他可以發揮自己的地方 那另一方面自然學校也心胸很開闊 即便他跟一般的大人不太一樣 但是也是很開放 心胸的接待他 讓他回來當職工 那經過這些長期的營隊 我可以看到有一些孩子的變化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講那個大帝君好了 就是剛剛採鐵罐的那個小孩 他今年五年級 然後他呢 已經連續參加了三年 那他跟高牧的那個活動 高牧校長的活動呢 就是走著走著走 就休息嘛 然後是由大帝君來說 欸 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要繼續走了 然後到了營隊呢 是由那個大帝君說 是不是天要黑了 我們要開始煮飯 是用那個小孩子來提醒大人 是由他來掌握時間 他想說是怎麼樣 這些是一種很難去衡量 不是說你考試考一百分 可是是一種 你生活上的一種態度 跟一種能力 是很難去用分數去衡量的 那我覺得這個大帝君 他在這個營隊 得到的很多成長 很多收穫 是你很難化成 家長很難化成分數去評比他的 所以我覺得長期春呢 如果要用很多 教育哲學觀啊 或者是要用比較 研究背景 或者是比較深入一點的理論 我覺得他其實有很多事情 是可以把他這麼說的 沒有標準答案 鼓勵孩子探索潛能 探索他自己的興趣 讓孩子自由的選擇 然後我們工作人員就是 維持小孩的學習動機 就是不要讓小孩失望 他想要踩鐵罐 好啊 我們踩鐵罐 他想要在河裡飄 好 我們在河裡飄飄看 那在長期春裡面 他可以用很多工具去完成 他以前沒有想過可以完成的事情 譬如說在沙灘 無人島 三天兩夜等等的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自主學習的機會 這個營隊 他是強調 很多人都說 你們就是在玩嘛 就是在玩而已啊 那我要怎麼跟他說 好 那先對 我們就是在玩 謝謝 那我們可能就是針對不同語言的人 他無法溝通嘛 那其實我們有很多價值 是在營隊裡面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相信今天在場 大家都是認同的人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 非志願來參加的 就是學校老師帶他們來的 但他們也玩得非常的開心 那日本的小學 他們環境教育的一些 社會課裡面的一些 那千金自然啊 觀察自然的這些 我們有設計一些課程 他們要去觀察三寶局 在森林裡面做一些 這樣體驗 然後會帶他們去滑獨戶舟 或者是在河裡面漂流 那也會帶他們去浮潛 或者是去漁市場 去漁市場看那個競標 那可能看了競標 就看到某一個先生 跟著他 看他怎麼樣工作 然後看他把魚送去哪裡 然後之後就跟著他 去到一間超級市場 看到他在切魚 然後這個剛好是他們 五年級的社會課本裡面 在講漁業的漁步流這件事情 就讓他們實際的去跑一趟 那他們也要煮高麗飯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 那這些菜單呢 都是可以變動的 大部分老師都會選擇三寶局的森林導覽 還有觀察 就是在河裡面觀察 生物 然後或者是去海邊 但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有 麻薩利拉拉起司 就是找一個起司達人 因為我們那裡是很多弱農的地方 那如果他想要學跟食品有關的呢 我們會邀請起司達人來拉起司 麻薩利拉起司 然後放在他們的咖哩飯上面 然後還有一個是採集化石 只要走一小段路呢 就可以下切到一個河谷 挖到一百萬年前新鮮的化石 因為一百萬年前的化石算是新鮮的 好 那我覺得 這些長期春這些活動 體驗過後 然後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理念 所以黑森可以希望這些 Internature的理念 可以在很多地方 被複製到很多地方 所以我才會強調 如果每一個鄉鎮市都有一個自然學校 都可以用他當地的自然資源 來設計他自己的Menu 然後跟地方做社區發展 做社區做結合 是不是一個社會會變得更好一點 更美好一點 那其實就是NELS的 銀河網絡的概念 那我剛剛提到的呢 都是自然方便的嘛 那另外呢 要講一下社區7-11的部分 為什麼我一直說是社區7-11呢 好 我要開校車 我們工作人員呢 要接四個小孩 這四個小孩來第三個家庭 然後每天早上七點四十分的開車 九人坐的車 不管下雨、刮風、下大雪 暴風雪到去接他們 然後送他們去學校 那下課呢 兩點下課就兩點去接他們 四點下課就四點去接他們 所以就是一個校車司機 就是政府來委託我們 自然學校做的一個業務 所以可以得到政府的一些 政府的錢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跟學校的互動很密切 就等於是家長會的一份子 所以所有的畢業、典禮、食、夜市、運動會 我們全部都要去參加 都是工作的一部分 那下面這個是放課後的教室 小朋友兩點到四點 禮拜一、三、五 我們會派一些媽媽 或者是工作人員 去陪小孩度過這個時間 他們可能是折職啊 可能是寫功課啊 可能是在體育館裡面打籃球 就像是安親班一樣 因為在黑森內開安親班會倒嘛 沒有人啊 所以就由政府來號召 那我們也是接了政府這個委託案 做課後的安親班 所以我自己 我們就會認識很多黑森內的小朋友 那除了這些以外呢 我們也是地方上各式各樣會議的 嗯 籌辦的人 負責寫報告 負責經費 負責預算的 那 禮民大會好了 台灣就是禮民大會 要在我們學校辦公室開 由我們來寫會議進入 那有一些烤肉啊 或者是台灣就是 嗯 巴士旅遊好了 某一個停有沒有 阿公阿嬤坐巴士去旅遊 這種事情 在我們那裡呢 就是由我們來舉辦 那 嗯 也有一些小農事集 或者是打麻糬的活動 譬如說每年的過年呢 日本都要打麻糬 那我們黑森內停那裡也要打麻糬 就會由我們來辦活動 那小農事集呢 是夏天每個月 嗯 會辦一到兩次 在黑森內的兩個地方 因為剛剛說黑森內很大嘛 就是像富新疆這樣 它裡面還有不同的區域 我們在兩個區域呢 都會辦這種小農事集 然後去問說 欸 陳太太你這個禮拜 要不要來賣菜 呵呵呵 他們說 阿托爺爺 你這個禮拜種什麼菜 要不要我去接你 然後呢 Janny 然後就去敲門 Janny你正經好嗎 你種什麼菜 就這樣挨家挨戶去 關心這些附近的人 這也是我們的工作 然後大家就會 把他的菜啊 把他的 種個蘿蔔什麼什麼的 帶過來 然後廟會也要去 男生呢 負責砍草 砍樹 印體設備 女生負責做貢品 做那個麻糬啊 然後擺設貢品 然後也是我的工作 我也要去幫忙 好 這些都是社區的事情 那還有一個很妙 就是我在辦公室上班上班 然後就有一個人進 有兩個先生進來 然後就說 某某人過世了 幫我印五十份曝文 然後就開始打開檔案 某某人幾月幾號過世了 什麼時候出病這樣 然後出病的時候呢 我們就拿著黑色的圍裙去幫忙上禮 因為以前呢 日本的鄉下是 婚商喜慶都有在地的人 來互相倒卡去幫忙嘛 所以我們這個學校也移居在那裡了 所以我們也是當地的一份子 所以婚商喜慶我們要去幫忙 那是誰呢 就是我們 所以就是剛剛看到的這些工作人員 我們會輪流的去 那即便在小孩贏隊的時候呢 也會抽出人手去 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再放贏隊耶 但是還是要去商禮幫忙 好 那另外我們還有 就是出差型的 把車子裝滿 然後很多道具 去醫院做森林療法 跟精神科的醫生配合 然後另外還有做一些社區的活動 社區的農業活動 那我覺得差不多了 那其實自然角色在做自然體驗 或者是社區發展的活動 同時都是在培養下一代的人才 所以我們提供各式各樣的實習的機會 像是去年呢 靜宜大學的學生有來 那今年他們也還會跟我們繼續簽約 那東野三的夥伴 也有來這邊跟我們做交流 那我知道 財中 宗教大呢 有跟澳洲的Bron Island合作嘛 那林務局有跟FSC合作 那我覺得自己在 北海道黑松內其實也是一個平台 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跟我們做交流 好的 那內容詞呢 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組織 我只有講一個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有一個夥伴呢 他家在三一一地震的時候 被浪給衝走了 然後事情 事發的第二天以後呢 高木校長就跟他呢 一起帶了渡輪去他的家 然後真的證實了他們家被衝走了 那那時候呢 內容詞就集體總動員 因為我們是做野外教育的嘛 在野外生活 煮飯 大帳篷 砍樹 做那個shuttle 什麼的都是大家擅長的事情 所以這一群人呢 他不是只有做體驗教育自然教育 在國家有難的時候 他每次捲起袖子 花了一年的時間 這個企業 內容詞這個NPO呢 就進入到災區裡面 做了一整年的救災的活動 對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是很棒的 我不曉得台灣的自然學校 如果台灣發生地震 會不會去救災 喔 這有錄影 這樣講好像不太好 糟糕要剪掉 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內容詞這個組織 他用他野外活動的能力呢 還有他這些經驗 他的團隊 然後進入災區 所以他們很快的 就可以把當地的居民呢 就是安置得很好 做得很棒 所以到現在大家都很感謝 內容詞 那有一個前輩 就是這個前輩呢 他就在當地呢 建了一個自然學校 這是他們家鄉 他的家鄉 他建了一個自然學校 那在從事復興 那還有其他 我說我們是一個network嘛 所以還有很多分校 大家都有各自的特色 好 那 那 Ending呢 就是自然體驗 社區發展 這兩個呢 在進行的同時呢 也在做一個人才培育 因為內容詞他希望 很多人來到這個NPO學習 學習了之後呢 自己出去獨立開自然學校 在很多的地方 自己去開花 自己去結果 自己去設定自己的自然學校 然後大家呢 有什麼活動的時候呢 可以結合在一起 好 那 最後呢 產生什麼樣的連結 好 就是希望大家呢 有機會可以來日本體驗 那我們有B&B 有Guest House 那這是我的Facebook 請大家可以跟我聯絡 好 那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有沒有問題要請教立涵的 沒有 沒有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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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很柔的 真的 有嗎 今天的演講大概是我們滿演講堂 快三年來 最輕鬆的一場 這個事情不是那麼沉重嗎 對 就是 大概 不過我想就是說 北海道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地廣人稀 它人口有多少 它應該有台灣的兩倍半還三倍半 對 我去年的四月才去過北海道一趟 然後它的人口 它的雜房的人口就跟台北差不多 雜房 兩百多 對 那很集中耶 然後其他地方都很少人 我剛剛看那個立涵 立涵它那個 立涵內 那個景觀看起來很平的 嗯 對 那其實北海道 我看其實也滿多 大表在中間 中間比較高 OK 北海道的中間算是比較高的 旁邊是比較平的 所以它是在這個 最瘦的地方 然後四十公里見景的這種地方 那韓管是在這裡 對 就是號稱百萬夜景的 對 對 對 那有沒有人要請教關於北海道 黑山內的 課程 有嗎 他也有貼了 好 看不到耶 所以不貼爾 就是 是 問一些問題 是如何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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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個前輩的不同的專長 是每個人他自己有不同的背景 譬如說剛剛會有那個 無視無視狗 就是抓蟲的 是因為那個夥伴 他自己在學校是專門調查昆蟲的 所以他就設計這樣的課程 然後像那個 塔茲米爆大蟲呢 他就是一直在做無人島的露營 然後還有 他在露營場裡面呢 他的大學的社團活動就是經營一個露營場 他們學校有露營場 所以砍樹啊 螢火那些都是他的專長 所以才會有剛剛看到那種 課為什麼會有一個砍樹的活動 就是因為他的專長 那是怎麼發展的呢 就是那個人會做什麼 那我為什麼會有豬肉餡餅 就是因為有一個台灣的我 就類似這樣子來做發展 那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廣義的環境教育 都是廣義的環境教育 其實剛剛立涵的回答 這個問題很簡單 其實他就是在地 跟土地自然環境 還有跟那個教育的那個人的結合 那所以其實你知道台灣少子化 這幾年來大家都知道少子化很 要講嚴重嗎 就是其實很多學校都廢掉了 特別是偏遠地區 所以我們在座的各位聽眾 如果大家有像那個校長一樣 那去跟教育部 還是跟教育局拉筆一下 也是那些廢校的 可以來成立那個自然環境學校 對不對 然後可以因應不同的鄉鎮 然後你要說 特別是我剛剛提到 偏遠地區 我現在也很難舉哪些學校已經廢校了 說不定那個自然環境非常好 我覺得剛剛麗涵所提的那個學校的一些原理原則 還有他課程的設計 其實他的這些精神其實都可以去學 然後把它等於是說進口到台灣 然後在台灣的各鄉鎮如果有類似的一個學校的狀況 已經被教的狀況 然後看看未來有沒有機會 成立像這樣的自然環境學校 那還有沒有問題要問麗涵的 那剛剛聽完麗涵這樣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以後 大家心裡有沒有想說 台灣哪個地方也可以成立類似這樣的學校 然後你心裡馬上有沒有跑出一個圖像 像說你的課程設計啊 也要像這樣的有在地的精神 或就是依照著這個自然法則的精神去設計這樣的課程 然後去找小朋友也是招生啊營隊啊 然後跟在地的社區連結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在九十分鐘內有沒有 有這樣的一個圖像或影像或這樣的願景 大家都很沈默 那想去的人有沒有想去北海道的 聽完以後 有 陳雷已經用了 就是我們補充一下那個就是二月一號到 就是有一個禮拜的期間啊 就是以前環境自然教育中心的夥伴 他們呢要來黑松內當雪地的志工 他們要幫自然學校蓋雪地的秘工 就是成了他們有十個人 那他們呢要來雪地裡面幫忙挖磚塊啊 然後追秘工這樣子 那其實他們來的時候呢 我自己希望做一些國民外交就是 裡面他們這一團裡面有一個是台灣的自然老師 所以我就請那個自然老師說 那你跟我們介紹一下台灣的小朋友自然課 在上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設置了一些一些頭影片 然後是講就是台灣的自然課在講什麼 那我就幫忙宣傳說 欸 台灣人有一個老師要來喔 有沒有人有興趣想要聽台灣的自然分享 那我覺得台灣的人到黑松內玩體驗 享受美食享受溫泉之外呢 他也有機會跟當地的人做一些對話的機會 覺得讓這個交流可以更深度一點 所以之後有一個夥伴是爬山的 所以我就想說那你就講一些 台灣低海拔中海拔高海拔的山 讓人知道一下喔 原來台灣是一個很桌山的一個島國這樣子 所以透過這一些交流來訪的人 我希望來訪的人都有自己各自擅長的專長嘛 所以除了我請大家帶一些台灣的伴手禮 然後好吃的餅乾點心 然後吸引小孩子說 台灣的小孩吃哪一些餅乾點心呢之類的 欸 是這樣子 有一些是很soft的 但是大家可以是一個交流對話的場合 就讓大家到一個海外的時 那不是只有從外面看到他們而已 而是可以跟當地的人有一些互動的機會 也是我自己想做的 那我可以提教 就是我這樣一看他都是比較屬於兒童 大概幾歲 也有大人 那那個課程就是說 就是在授課 有上課嗎 他除了生活體驗 自然生活體驗以外 他有沒有授課 因為我剛剛有看到是有講到說 當地的一個歷史或是社區 只有我只看到一點到這樣 那比方說他有沒有去介紹 北海道或是說他這個黑山內的地理環境啊 或是說他的物種植物動物 或是說他有什麼水果 我講的是這一個課程是怎麼設計的 在家毛舉森林導覽的時候 我們就會介紹物種這方面 然後還有人文歷史 為什麼會有這個步道 為什麼會有這個森林 所以也會有所謂的解說揮畫的那一套 就是在一個半小時之內呢 讓學生認識黑松內 那我們會帶他們去參加 參觀地方的類似一個會館 那個會館裡面呢 會有當地的畫石啊 當地的歷史啊 那也會跟學生介紹 兩位 那先 我是想請 這個 好 我想請問就是像剛剛那個 三天兩夜的 三天兩夜的那個體驗 有一組就是海邊那一組 對 因為它那個就是海邊無人島的那個 它是三天都待在那個地方 對 然後其他的都是一個在環境中移動的方式 其實就是我想要很好奇就是 他們這兩 不曉得有沒有就是 這兩種形式 有沒有就是對小孩子 有一些就是不同的回饋 因為我們常遇到的是小孩子 他在同一個環境待久了 他就會覺得無聊 然後像剛剛其他組 他們是其實日常 好像有一些目標可以達成 然後到了結束的時候 可以結算他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可是在那邊那個 海邊的那個 我們現在都會覺得 應該要讓小孩放空 然後因為 可是因為小孩到現在 其實他們很難在一個環境裡面 自己去找到他的樂趣 可是我覺得剛剛那個 在海邊 那個狀態 然後他們是 就是 就是我覺得跟其他 跟我們現在習慣的那種 行進式的 移動式的 還有目標性的那種安排 其實是 當然他們可能是被迫的啦 可是 就是他 感覺的形式是不太一樣 那一組三天兩夜 彷彿無人島生活啊 他們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的火啊 要不顧熄滅 所以他們白天要去檢漂流木 然後晚上的話呢 會有工作人員幫他們 care那個火堆 但其實那個小女生 他們要 維持那個火爐不熄滅 那還有他們本來想要在那裡 就是做溫泉嘛 那後來沒有成功 所以就變成減浮球 那還有他們用一些海洋沸騎物 那還有他們要自己做三餐 這也佔據他們蠻多的時間 有沒有可以看電視嗎 沒有看電視啊 沒有 沒有我講說 對啊 沒有沒有看電視 沒有